我怎麼想 感覺就只有那個男人會在這個時間出現 他之前在國倫隊待過 因為他會說Coby之前會教他什麼 那時候我躺在床上準備要睡覺了 然後覺得學長突然傳信給我 他說來了 機會來了 印象超級深刻的是 我那次吃了我是吃到爆 結果一發現馬上犯規 我那時候一講完之後 球員們就 蛤 馬上犯規 當你的訓練品質跟訓練強度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他們的得分效率跟得分能力就是白分之一 講英文的剪球通常都是我啦 我覺得剪球這件事情是可以很有效的拉近彼此的關係 就是一邊剪球就一邊聊天 這些他們等級比較高的球 他們的訓練的模式又會不太一樣 所以我就會可能透過他在剪球的時候 去學習他們的自主訓練的課表會是怎樣 或者是他們做動作跟我們以前可能 學習到的方式又不太一樣 比較常檢視愛博文克拉 克拉之前在國倫隊待過 我其實很常會問克拉一些訓練上的事情 因為他會說Coby之前會教他什麼 那我就覺得 嗚 這是一個很不可多得的經驗 他們其實不會特別投一個 一定要投進幾顆 他們不會被數字綁住 都是投一個自己覺得OK的 我這個點我要連連續進幾個 但是我可能投過之後 我會覺得我的身體好像還沒有習慣 他們就會繼續投 所以常常就是他們也沒有在管時間 就是投到自己身體覺得OK 而愛博的話他其實就是會 針對他一些game move 比較當中這樣子的命中率 大家就會覺得 哇 愛博好殺喔 好強喔 什麼的 而且他訓練當中就可以展現出 這樣子的水準跟這樣子的強度 我們就只會覺得他就是在把訓練當中的東西展現出來而已 其實都很會去做那個所謂的異向訓練 就是他們今天在做一對零的可能投籃單打的時候 在訓練的時候他們都是為了去模擬今天有一個人在他前面 對於他們來講這其實就是他們該進的球 像他們都會覺得說他們進三分球像上籃一樣 他們該進 所以他們有時候一些 wire open沒進他們自己反規很內疚 當你的訓練品質跟訓練強度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他們的得分效率跟得分能力就是白分而已 這並不是說他是洋將還是什麼他就特別強 是因為他們真的花了非常非常大量的時間在做這件事情上面 很多人可能會因為他可能洗活一兩場 可能去對他們有做職 但我覺得這無可厚非啦 假設今天是我很喜歡的球員 今天打鐵球隊輸球我一定一直把他幹包 但是必須要給他們的一些這個訓練一些credit 就是他們是真的是很把這個當成一回事 破裂飛大家都說他罰球很爛 但他其實也是花了很多時間在練 只是可能很難在賽季中要他一個突飛猛進的進步啦 只是其實他們是都有在針對自己的弱點去訓練 宵夜兩道的這件事情呢 是發生在艾福伯身上 例行賽尾巴的時候 有一場 也是隊領航員 大部分很重要的回憶都是他在領航員 艾福伯熄火大熄火 然後網路上的輿論鋪天蓋地 金服摳地只會搭鐵什麼什麼什麼 當然啦他看不懂 我們也沒有打算跟他講的意思 其實他自己應該也很清楚 回新竹的時候其實蠻晚的 10點11點吧 我想說洗個澡 然後出去就買個晚餐休息一下 因為我們的球場在四樓 我們宿室在三樓 那時候出去之前就有聽到有那種 蹦蹦蹦的聲音 我想說可能是公路人員在投籃之類的 下班啊投投球 這很正常 買回來 我還聽到在蹦蹦蹦 我怎麼想 感覺就只有那個男人會在這個時間出現 所以我就從那個逃生梯走上去 食物就先放在那個逃生梯 然後我就看到遠遠遠就一盞燈亮著 然後看到艾布布在投籃 跟我們的那個影片剪輯 他打不好他自己心裡面一定很不舒服 尤其是在加上他這種好勝性這麼強的個性 他一定沒辦法自己接受自己 有打不好的時候 我也沒有管我東西有沒有放在外面 我就覺得我要幫他一下 那時候我們從11點撿到1點 撿完 然後我們就一起聊個天 這樣 我覺得這也是 促進可能我們之間感情的一個方法 他其實是一個很好笑的 他的笑聲跟Kawaii Leonard很像 應該很少會有機會可以聽到他的笑聲 他超悶燒 有時候我問他說 你練完學回家在幹嘛 他說沒有幹嘛 我就回房間把自己關著 就關在裡面 他說我不想跟人家講話 他的個性就是這樣子 可是其他的話其實都還蠻外向的 其實克拉也是啊 我對他印象最深刻是 他那時候剛來 他對人 非常禮貌 超禮貌 我那時候有點嚇到 那次好像是我們的休息日 就是他都是用那種 最禮貌的那種文法的問你 有沒有空可以來幫忙啊 我只要一有時間他需要訓練我就會幫忙他 我們有看到有一個這樣size的人 這麼遠的距離飛起來這樣灌 他灌的是很好看的那種 現役最喜歡的球員是Paul George 我覺得好像哦 他的實力確實就是 你會感覺到會不太一樣 相處起來啊等等的 他人也很好相處 所以我當然自己的角色 我會希望他可以跟我們走到最後 這個人就是很有名 就是Kobe 那時候我是先到飯店吧 去找他一些基本的資料 穿衣服什麼尺寸等等之類的 聯絡完 然後我那時候要上車我要回宿舍 在問他問題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跟我閒聊 跟你講一些幹話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這個人 他其實很好相處 很幽默 個性很好的一個人 然後他也很願意去教你 可能也到他這個年紀吧 他就是把他所學的任何東西 他都會教給你 跟他相處 我不會覺得說 他今天是一個可能洋將還是什麼 我覺得我算蠻幸運的 就是很願意跟你去做溝通 也要歸功於我們的高層 都會找來很棒的洋將 我那時候是第一次 有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完全不知道有這件事情 我們贏球大家很開心 我就看完球員繞個場 我就要進拉克 去開心慶祝一下勝利 結果就突然有人拉我 小蟹今天有那個賽後感想 蛤什麼東西 我就突然被拉去中間那個板 塞一次麥克風給我 說等一下如果他講話 你要幫他翻 我就蛤什麼意思 然後我直接空白 好多人 看上去好多人 怎麼辦 怎麼搞 印象超級深刻的是 我那次吃了我是吃到爆 那時候以為我在唱饒水 你知道嗎 因為太緊張了 所以我就盡量不要看這些球迷 所以我那時候眼神就是 四處在遊走的時候 我就瞄到小黑 小黑就 不要緊張 小黑一直跟我喊聲 叫我不要緊張 我那時候聽完他講之後 我確實是真的有放鬆一點 後來就有順順把他翻完 不然我那次我嚇傻了 我就開始會有心理準備啊 就是看好像我們要贏了 看了一下數據 好那我應該準備要上工了這樣子 高雄這邊有那個佛光盃的比賽 然後剛好他們在爭那個 垂隊的翻譯 對面是你可以接觸到外國的球員 我那時候是先沒有在管說 是哪來的球員 暑假的時間 然後又有可以賺點零用錢 然後算是可以累積一下 籃球跟英文相關的經驗 這樣做了幾年 有點類似一個小型的選手村 晚上的時候 你就會看各個國家的球員 都會聚集在一個樓層 然後大家就在那邊聊天 這一個蠻不錯的氣氛 跟蠻不錯的經驗 推薦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做做看 剛好最近太真人了 一個台灣的你需要的翻譯的量就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也沒有想那麼多 有的話最好 沒有的話就在想別的方法 轉角遇到的幸運吧 工程裡面的防護員 是我朋友的學長 那時候在找工作的時候 我就有問他求職相關的一些問題 我跟這個學長以前比較沒有這麼熟 就是知道而已 然後是後來透過朋友牽線 只是一開始我也沒有說 一定要到這個地方工作 一開始就問他說 這樣的工作需要具備什麼條件 或者是一些可能求職上的建議 然後這個學長也是有很仔細的幫我分析 我記得在佛光杯的最後一天 那時候我躺在床上準備要睡覺了 然後覺得這學長突然傳信給我 他說來了 機會來了 他說剛好他們有缺 就叫我趕快把我的履歷傳過去 下山之後收拾一下行李 我就想說那就先去新竹試試看 不然新竹這個城市我以前是從來沒去過的 所以那時候也覺得蠻新奇的 其實我那時候沒有特別的面試 因為剛好我去了 那時候他們的錢翻譯還沒離職 就是他算是他帶著我一起適應去習慣 假設英文中文好了 我比較喜歡就是同步翻 就一句來一句去一句來一句去 這樣的話可能不管說今天是在meeting 或是今天是在暫停的時候 特別是在暫停的時候 時間很寶貴的情況之下 我個人的習慣就是要 趕快同步翻同步翻 全有任何的問題可以馬上提出來 我等到他講我在翻的話 這樣可能我們時間已經結束了 他要是這時候要提問的話 或者是他沒有搞清楚 那這樣的話這個高機率 這個暫停他就會浪費掉 我覺得這就是我的問題 以我的角色來講 我就是盡量做到05X 讓他有時間去消化跟提問 在旁人聽起來會覺得很雜亂啊 就是可能好幾個聲音同時在講 但是我覺得以比賽的層面來說的話 聽懂最重要啦 因為我們對上洋將都是很有經驗的老將們 所以一定是各種類型的翻譯他們都會有遇過 然後這樣這是我的rookie year 所以我就會問他們說 覺得你們生涯要目前遇到 或者是搭配過最好的翻譯 是什麼樣的 艾爾伯說他T1那時候有一個明星賽 他說他有曾經遇過一個很厲害的翻譯是 這個教練開口的時候他也跟著開口 停的時候他也跟著停 他是可以做到這樣同時產出 我後來聽完他這個之後 就有盡量去做到這件事情 比如說訓練當中比賽中 每樣只要一開口 我也是要盡量做到 同時開口同時閉嘴 其實蠻困難的 但就是盡量減少誤差 就像是一個最快速的google translate的概念 可能聽起來會有點吵啦 但沒辦法嘛 營球總比較重要嘛 我覺得沒有所謂的最好 服務對象是球員嘛 所以我應該是要找到 球員們最喜歡最舒服的 我時不時我覺得 我很不管說今天是陽相還是本 欸我訓練當中這樣翻 你們覺得有沒有什麼地方要再加強 或者是我這樣翻你聽得懂嗎 有時候我也會在那邊二米蘭 我這樣子的節奏什麼的 這樣合不ok 這種東西他沒辦法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好 因為每個人喜歡的方式跟模式 反而就會不太一樣 所以我就是盡量去做到 讓大家都可以很舒服的去聽懂吧 要是真的不行的話 那就是能力不夠 那就是菜就多練 是打夢想家吧 直到最後比分都要很緊 我記得那場好像是一開始領先 然後後面不知道是Marble還是阿極 就開始最後第四節讀秒的時候 一直進三分 我們那時候就突然被追回來 然後那時候喊了一個show time out 指令是球一發錢馬上犯規 我那時候一講完之後 球員們就蛤 馬上犯規 我說對一發錢馬上犯 他們可能以為要守一下 但是名牌的執意就是要馬上犯規 果然我們那時候後來犯完之後 我們最後結果是好的 特別是像這種很關鍵球的處理 或者是一些可能暫停後的戰術 我相信他們都是很聰明 能力很好的球員 所以基本上他們只要有聽懂 他們一定都能做到 只是有時候他們可能沒做好啊什麼的 教練團可能會覺得是他們執行力的問題 但是在我自己看來 我就會覺得是 可能是不是我在哪一個細節沒有講好 所以會造成 他們上了場會很confused 我自己以前在當球員的時候 我可能這個地方 我要是沒有聽教練講 我沒有聽懂的話 我上去可能也會執行不好啊 要是看他們有準確執行的話 以我的角色我會是蠻開心的 我會覺得說 我做好一件事情 我幫助到球隊 至少我不是上去搞砸了一件事情 我會沒辦法原諒我自己 自己給自己的壓力蠻大的 就會覺得中間那個轉換的角色沒做好 所以有時候可能會導致一些矛盾啊 就是因為盡量要做到兩邊都信任你的話 你這份工作才有辦法做好 所以可能剛好那段時間 就是遇到有點小撞牆期 就變成是好像什麼都做不太好 撞牆這種東西 你就是一直撞一撞 撞破它就好了 找到一個突破口啦 找到一個適合自己 適合團隊的方式去做 贏球之後啊 贏球之後你開始 你的氣氛上 大家開始會笑了之後 會講了會笑了之後 那感覺就不太一樣 教練有問題 球員有問題 本土也有問題 羊將也有問題 管理層也有問題 你只要一輸 整個隊都有問題 你只要一贏 你整個隊都沒問題了 所以就是沒辦法 職業球隊 你就是要撐到你沒有問題的那一天 哈哈哈哈 田浩啊 那是一個 有點奇妙的故事啊 他那時候在 欧元公商的時候就很有名 其實不只他啦 以前跟齊明也是啊 在台平那時候 馬公狀元的時候 兩個教練的風格不太一樣 而且可以確實是 你可以明顯感覺到 倫哥其實一直都處在一個 很高壓的狀態之下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了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可以注意到我們的演出粉絲團和IG 我是各位導覽員 籃球博物館 我們下回見 如果說今天相同是以 喜歡籃球這件事情 跟想要參與籃球這件事情的話 我不一定是要當球員 我才有辦法做 我也可以是用不同的角色 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我自己現在算是在一個 我滿理想的狀態之下 至少我對我自己是還可以交代的過去的 後來一直沒有時間 沒有機會去啊 早時間的話 我覺得要去一下 跟那個師傅們謝謝一下 滿感恩這個機會的啦 沒有當初的這些經驗 我現在也可能沒辦法在這裡 加入 然後到現在存活過第一年 我都一直抱持的是一個 很感謝感恩的心在做這份工作